好 接下来这个问题肯定是一个男孩子问的 说一夫一妻制如何就成为了主流文明的共同选择 女孩可能问 女孩凭什么一夫一妻 这个一夫一妻制呢 它不是从人性的角度 它是从制度的角度 从制度角度 为什么 一夫一妻的社会最稳定 因为一夫多妻 它必然涉及到多战资源 在历史任何一个阶段 性别虽然说有不平衡时候 但绝对不可能一方少一方绝对的多 你这一代可能多过几代就会少 所以一夫多妻就意味着一个男的多占据异性资源 那么一妻多妻就意味着多占据这个也是异性资源 这样的话社会一点点不平衡 性别资源分配不均衡就容易出问题 而且另外一个一夫一妻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均衡的家庭结构 但相对来说对社会各种要素它都是平衡的 一夫一妻就意味着你有自己爹吗 也有岳父岳母 所以过去说几族 夫族 妻族 妇族 母族 这是均衡的 都各一半 所以这社会的结构是零形结构 就非常稳定 你要如果是一夫多妻 你说村村都有丈母娘 户户都有老丈人 你这就不好办了 这容易乱透 而且从人类发展角度讲 从道德角度讲 更加接受一夫一妻 所以我说它是制度性的约束人类 它就不懂法律和道德 它一定会约束你的天性 让你不舒服 但是没有这个 你社会怎么发展 如果大家都随便吃随便玩 按照自己的天性 按照本我活着 那这个社会就乱套了 有人说老梁你说的不对 一夫一妻怎么就不是人的本性了 我告诉大家 人的本性根本不是一夫一妻 有人说那对 谁给你过一辈子都会厌倦 不是那样 我跟你讲 从就是内人缘开始 往人类进化 男的和女的 咱们现在有人说 男的是男的都花心 有钱就学坏 说女的学坏就有钱 说女的拜金主义 宁可这宝马车里头乐 不在自行车上跳 我告诉你 这两个都说对了 这就是人的本性 男的一定花心 女的一定爱钱 什么原因呢 人的本性 我跟你讲 什么不叫人的本性啊 过去 你说这个雄性和雌性交配 比方说男和女 男的和女的 有了性关系之后 女的怀孕了 那么男的能不能确定 这女的肚里孩子就是他的 比方有一男一女聊天 男的说 我就欺你们女的感到悲哀 你看我姓刘 过了多少年 我有个孩子 我就知道我孩子姓刘 你可不知道你孩子姓啥 女的不行 这女的说你说那个 过了多少年 我知道肚里孩子是我的 你可不知道这孩子是不是你的 他就男的 他无法确定 这孩子是不是他的 所以在过去信息不发达 不能够确定程度下 一个男的 想获得后代 怎么办 他就尽可能跟更多的女性 发生关系 多繁衍 这才能心溜点 他确定 我有后代 所以男的从这个基因上来讲 他花心是一定的 他希望占据更多的一性资源 保证自己有后代 因为繁衍是最开始原始本能 那么女的呢 他能够确定 肚里孩子一定是他的 自己身上掉下肉 那么他首先得是 我希望和最好的种子一起繁育 所以他要挑这男的 比方是不是强壮 是不是英俊 另外 生完之后 女人一般要负责养孩子 那他得希望跟最有经济条件的 实力的男的 一起来养这孩子 所以他的本能是什么呢 找最优秀的基因 找最富裕的条件 保证自己这孩子 能够活下去 活得更好 所以有那么一个故事吗 是中国古代一个女孩 人家给提亲 说这个东边这家人呢 这个男的长得挺精神 但是穷 西边这家呢 富家子弟呢 家里很有钱 但是人长得难看 你呢 喜欢西边家的呢 就把西边 你这边的袖子往起来 你要是喜欢东边家 你打 你就往这边袖 叫这女孩把俩袖子往起来 说你干嘛呀 愿西加石 东加苏 就我在西边这家吃饭 晚上住上东门那家住 你看看 很多人说这女孩 盼心不足 其实不就是吗 得最好的种子 繁育后代 然后让后代 在最好的环境里长大 所以说女人败金 她也是根上的 所以你琢磨明白 这个道理你就知道 我们对人性 应该怎么去考量 说你想一个男的 想无限制的 占有异性资源 繁衍后代 这不乱套了吗 一个女的建筑 好的我就上 那这样的话 那你说穷困的给谁 而且都集中到这一边 必然会造成 一代一代的近亲繁殖 不利于人类发展 那好 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当中 发明了一夫一妻制度 干什么 约束男人的花心 约束女人的败金 一夫一妻就是平衡这个 所以制度化的约束 是让人类 能够稳定的向前繁衍发展 几乎大部分的男人 都很花心 可不代表大部分的女人 他们都很败金了 不对一回事 一回事 你作为女人 你当然挑异性的矛盾 就像很多男孩似的 你也挑 这现在女的太现实了 我没啥她就不跟我好 那是不是有一个保障 那嫁人也是一个保障 自己爱钱 我刚才说 败金不是一种保障吗 那就是一种保障 就是你不要说 有的那个人一离了婚了 还拿那么一个好东西 女的都是狐狸精 这全是偏见 男女有好有坏 而且他为了自己的生活 过得更好 选择败金干什么 也不是大毛病 我觉得 那不是犯罪 对 不是犯罪 大家为什么要用道德的方式 去要求一个女人 非要不那么物质 非要不那么败金 就是你 对女人败金的宽容度 就和对男人花心的宽容度 是一样的 都不能宽容 我们是有道德和法律约束的 如果你重婚罪 如果你在外不乱搞 那自然会有法律约束 有的人说 那我也没犯罪 我怎么的 那好 老婆跟你离婚 你是有过错一方 你在外不乱搞 那司法上 在分家产的时候 相就会倾向于对方 这也是一种惩罚